21号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海南开幕 联合国外空司代理司长海德曼表示 中国空间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就此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国愿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通力合作 携手让人类文明迈向更广阔的宇宙空间 赵立坚指出 中方一贯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和包容发展的基础上 开展空间探索合作 也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和组织签署合作协议 实施了形式多样的合作项目 中国空间站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 是联合国全球共享太空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各方肯定 中国愿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 通力合作 推动构建 外空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让人类文明迈向更广阔的宇宙空间